六十三章 讲了这一段话 土朗以其义 为大以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以义 天下大事必作以细 是以圣人忠不为大 故人成其大 你在儒家很难听到这样的话 你要做困难的事情 你何必去直冲 直接面对去克服它 你干嘛呢 你先把容易的部分做起来 容易的部分做完 你发现这个也很容易 一下就做完了 你看你要做一个很大的组合件 里面有蓝的部分 有容易的部分 我请问你 你要外包的时候 你是把容易的外包 蓝的自己做 还是把蓝的外包 容易的自己做 我问你 一般人都会想 我当然把蓝的控制在我手上 免得人家仿掉 免得人家抢掉 结果搞得自己教头那个 你反过来想想看 我把蓝的给人家 他好像不敢做 他心里想我这一小部分都这么难 那可见蓝的就要更蓝 他都不敢做了 你要自己做轻松的 让别人去做蓝的 因为别人扭得挑 你做不了我找他 做不了我找他 你可以做的 我自己也没办法 我能力有限制 我设备有限制 你需要我改善 有很多的投资 划不来 你以后开始用 反着道之动的思维 去考虑一些事情 就是常常反过来想 不要一厢情愿的 就是这样 大部分人都是一厢情愿 绝对这样 没错 我给你包 包到尾都走路 包 你要做容易的 不要去做难的 你把容易都解决了 难的自然就化解掉了 你要做大事 你先做小事 把细节做好 然后大事自然完成 天下难事 你要去做容易的 所以叫做天下无难事 天下无难事 不是说天下没有难事 怎么会没有难事 当然有难事 那你先把荣誉的部分去做 你就不觉得难 做做做到最后 发现什么都不难 天下大事 你不要一下去做 你当不起来 后果会很惨 你先做细的事 把细部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圣人 他了不起 他始终不做大事 他专做小事 你看孔子这方面 就非常了不起 他专讲家常便饭的事情 所以我们经常讲 论语就是家常便饭 他老讲你身便的事情 他不讲高深的道理 可是你把他这些话 都懂了以后 你自然自己会提神 里面很深刻的意义 要靠你自己去悟 而不是靠论语给你的 好高勿远 野心浦浦 往往一事无成 年轻人就犯在这个毛病 我在大学教书几十年 你看大一的时候 眼睛都长在额头上 连老师都没够看 对不对 大二稍微斜了一点 但是还在眉毛之上 大三还在眉毛 到大四掉到这里 因为他就要惨了 你出去找不到工作了 年轻人他第一个就是说 他对世界上的事情 不了解的 所以他很容易被利用 他认为他懂 那就最糟糕了 老子最怕的就说 你懂 你懂 他就很伤心了 你懂 你懂 你懂什么 大的关键在细 细心就不会误大事 粗心大意就惨了 你再人干 只要粗心大意 你就后悔无穷 六十三章讲得最清楚 轻若必寡性 多义必多难 你答应得太快 最后是守不了信用 守不了信用 没问题 没问题 这种读非常不可靠 多义必多难 什么意思 你在容易的地方 你不用心 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突破不了 其实很简单 你倒过来看 你为什么觉得它困难 就是在它很容易的时候 你没有仔细去培养你自己 多说空话 是不切实际的 浪费时间 容易的地方 你不用心 迟早产生困难 所以要听清楚 所有的困难 都是你自己制造成来的 天下本来是无难事 只是你自己把自己放了很多障碍 最后你跳不过去 所有的障碍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千万千万记住这句话 我会想到你自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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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